各位朋友 你好 歡迎光臨跨界大贏家 我是雲婷 家裡頭的成員數越來越多了 比方上有高堂 下有小玩 旁邊還有一個泰座 有時候出門大包小包不太方便 決定了 人生開始轉變 我們不要再做一般的交通工具 我們買一台車吧 但是預算稍微有限的狀況之下 可不可以買到一台適合自己的車呢 這個命題呢 今天我們直接鎖定在80萬級距的車款 適合小資家庭 我們好好來做評比 歡迎直接加入我們的好朋友們 歡迎歡迎 這個命題說實在的很廣 你如果預算再往上加 其實挑的車也真的很多 但是如果在有限的成本 或者是你原本預計的預算 就是在80萬上下的話 其實也真的很能挑 而且有些車款的誠意滿滿的 給的配備也還蠻不錯 我們從網路上面呢 大海撈針 找出了幾款 最近其實算是討論熱度 比較高的車款 我們來看看列入當中的 有哪些車款 當然有日系車 包括我們看到有Nissan的Kicks Suzuki的Vittera Honda的HRV 其實還有更多更多 但是這幾台熱度挺高 還有韓系車款Kia的Stonic 或者是現代的Kona 或者是雙龍的Tivoli 這幾台車在韓系車款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面幾乎都是CUV 那如果你說歐美車款 哇這個Range就更大了 也不一定要CUV 你可以考慮像是之前賣得非常好的Ford Focus 或Shikoda Fabio Kombi 或者是Shikoda最近有很多的新款車也是可以考慮的 還有福斯的T-Cross 有些車呢 彼此之間有點接近 條件呢 狀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看 80萬有找的這個集聚裡頭 小隻家庭 家裡頭兩大一小好了 平常比較常用車的這個狀況之下 要怎麼選車 我先來看看 這個日系車裡頭啊 哪個 我們先看家庭需求好了 因為要用休旅車 我為什麼挑了這麼多CUV呢 是因為我們的企劃同仁在網路上在調查 這樣子類似家庭他們討論 大部分都會在討論是CUV的選項 CUV實用嗎 嗯 其實來說的話 呃 我覺得在台灣來說啦 以台灣市場來說的話 CUV應該 我覺得是上上之選 為什麼 因為他車身比較小 然後這一個 動力的 排排排列方式也是比較 屬於說低排氣量 但是馬力是足夠 他也不會說 要你很大的性能啊 或什麼的 那最重要的其實是來自於什麼呢 就是空間 嗯 其實CUV的這個規格來說的話 車身長度大概都不會超過4米5 好 才能叫CUV嘛 不然你再上去的話 大部分你車隔一大 我可能會從這個SUV 更豪華更高級 更高階的動力配備 而去做這樣子 那所以CUV我覺得在台灣 尤其小家庭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 他不只是小家庭 我覺得CUV應該是從 年輕人 小家庭 老年人 其實 這個所有願望都可以滿足 對 乃哥說的沒錯 小家庭 買CUV壓力也不會太大 如果是退休人員好了 其實我平常是一個人 小孩都大 我買CUV也是適合的 那我們應該死的口氣很大了 80萬 就想說80萬買得到什麼好車嗎 其實可以 但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來挑戰一下 不用80萬 也不用70萬 69.9萬 而且剛剛有一台熱度很高的車 Nissan的銷售一哥 這台Kix TT 我們林大偉先生 這次沒有跟煩煩吃到這台 希望有機會能夠吃到啦 但是這台TT 是真的是口碑非常好 這部TT就Kix 真的是目前來說 是這種小型CUV裡面 它是賣得最夯的 我們就看七月份 應該說是八月份 八月份的單月銷售數字裡面 就以國產的這種SUV的市場來看 每賣四部就一部是Kix 而且它現在一到八月的銷售總量 已經超過一萬量 一萬量 跟去年是一樣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數字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真的在市場上 依然人氣熱度不減 那Kix為什麼會大受歡迎 一來就像剛剛銀婷講的 價格很漂亮 起頭價就不到70萬 69.9萬 你假如還有什麼就換新等等 那是不是65萬都不到 就可以擁有對不對 然後最貴也不到80萬 79.9萬 那這部車子為什麼會夯 最主要也就是 它剛 當初推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認為它是對準的 就是Honda HR-V HR-V的時候 它多了什麼 它多了外型很酷炫 然後而且它也帶入了一個 雙色的配色 在它頂級車款上 而且它自行旗艦版上面 還有自行車輪啊等等的 然後在內裝上面 它也放入的很炫的那種橘色的 那種配色 然後中間的那種螢幕X-Media又很炫 那空間變化不用說 在這集裡面 它也算是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配置 所以你整個看過來 這部車子Kicks 能夠在市場上走紅 不是沒有原因 而且剛才講了 除了價格空間之外 是不是還有一個安全 對不對 安全它有AEB 然後有LDA 有車道偏離警示 然後還有BSM 就是那盲點 盲點真誠 基礎的都有了 該有的它都有了 所以這些東西把它放進來 就造就它在市場上同級車面賣的相當好的原因 如果你想說更到位一點 你可以選自行旗艦 對不對 大概七十九點九 也是under八十萬對不對 結果剛猛然一抬頭看到 這是其實網路上熱度 討論高這些車 放在一起之後 你會發現六九點萬 六九點九萬 六九點九 六九點九 這個好像是不約而投 好啊 你要給我拚八十萬 你又跟你說 七十萬有走 一定要入門 讓你可以選 所以我馬上看到Kia Stonic我覺得 最近的消息我也發現Kia有很大的改變 不得不說Kia充滿活力 Stonic也是賣得不錯對不對 對 尤其最近被美國有一個維修網站 叫做CRMD.com CRMD.com 它評選為在美國 維修成本最低的品牌 維修成本最低 對對對 當然小車是維修成本比較低 但是因為它其實保固時間很長 在美國 這個韓國車其實很敢給 然後它的品質也起來了 所以 而且現在在台灣 他們也做得不錯 就是 維修這部分也做得蠻用心的 又給夏季健檢 原廠二十二個 二十二箱的免費檢查等等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來講 最近我們感覺那個Kia各種車型 從最小 比如說還有Picanto Picanto其實成長很大 對就是說你在很小很小的 尤其是小女生 或是剛開始第一次買車的 其實不錯 那這個Stonic也是 這個是走向CUV的這種概念 那它有一些大一點的車子 其實也越做越好 所以這個品牌 當然 這個因為韓國的流行 這個韓劇什麼什麼 其實不斷不斷的 這這麼十幾年來 其實熏陶的不斷 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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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部車除了 對啦 就是這部車其實它 除了就是車型比較小一點 像我跟乃哥的話 做後座就可能會 然後後進一箱一打開 我就覺得那放沒有幾頂帳篷嘛 對 以我來講我就比較不適合 但如果說你會覺得 欸 我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小家庭 那也沒有說要去露營的需求 然後呢 它的一千cc的這個排氣量 所以又省 欸 它比一千六 當然是節省了一階嘛 因為一年才幾千塊錢 好省喔 對 然後一公車又可以跑十七點八公里 又很省油 那安全配備它也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Key啊 他們敢在 他們在這個整個配備給的都很趕 所有的氣囊樹啦 安全那個阻備洞啊 然後那個AEB 它都給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會讓大家覺得 欸 有誠意 蠻不錯的 而且你進去看它的內裝 質感用料啊 你就會覺得 欸 這個集聚裡面喔 對 好像不錯 比國產車好像 欸 好像更高 那麼一丟丟的感覺啊 像STARNIC裡面有些小小巧思 女生收納也會方便 他就想到了 那我剛剛一抬頭看到 欸 可是Focus也有69.9萬起的車款 我倒沒有印象 Focus可以69.9萬買到喔 因為只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策略新的一個車款 因為他是把這個Corpel 360拿掉的一個等級 傳統的四門房車 算入門級距的車款裡面 事實上消費者還是有蠻大的需求 雖然說現在 有沒有看到整個市場主流 都已經偏向於CUV或SUV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 是因為經濟條件的關係 所以說一車也要多用 那家裡長輩有些是比較傳統的觀念 就是我買車就是要三箱 我不要沒有屁股的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這些觀念在 所以說四門傳統房車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我不要那麼多高科技的這種 組備的安全配備 那車身剛性好 那安全 對他們來講反而是可有可無 就知道OK 那我盡量便宜 但是我要房車 福特對他來講 就是歐洲車高品質的印象 如果價格在今天整個市場上 這樣的話 可能其他比如說像 Kia 雙袋這些 對他來講 可能不是這麼熟悉的品牌 然後甚至他們就韓國車 那我不要買 還是有這種傳統 尤其是 還是有這種 你大部分傳統的 這種思維的人 所以說變成傳統的四門房車 就有這種選項 那這種選項 你要怎麼買 進了展間跟他講 你就是要這樣的一個需求 原則上 他們會接 但是你必須要等 因為他們必須要去排這個生產線 當然啦 講白話一點就是他們想要集單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需求的人的話 他們也可以做給你 但是他們就是要稍微等一下 而不是說你今天想要買 就像其他的主流的這個配備規格的話 你想要買 你可能車子調一下 你可能下禮拜就可以交車 所以說這種車子的話 就是另外一種就批售 批售會比較常見 就是跟我們原本想像 我要買Focus是不一樣的 但你個人要買 你就是等 你就是等 是有機會的 我補充一下 像Focus賣的最好的車型 就是ST-Line ST-Line 佔他的一個車系小水平 佔了七成以上 然後這車子又屬於高價車型 八九萬 九十二萬這樣子 一個車價 對車商來說 當然他是以這種車 這種車子需求量又大 而且大家又是高價的 對這車廠的營收來講 當然這種車子是最受歡迎的 這種蜜月期 很何況 即便過了蜜月期 還能維持這樣的狀況 這樣 他當然要儘量滿足市場 因此現在你買車 一定是以Focus來看的話 他是以 ST-Line 的確是他的銷售到中 他以供應為先 因為市場需求最大量 對 所以我們剛剛就看到說 六九點九萬 雖然有些人他覺得安全配備 不是那麼重要 他可能垂旋的拔掉 他就是成本上面可以壓低 那有些人很重視 那可以往上去選 那這樣說起來 要看家裡的長輩 或者是說 這個夫妻倆討論一下 哪一個會比較適合你嗎 要講到家裡長輩 我就問我長輩 你就光看剛剛羅哥推 STONIC 然後Focus拔掉安全配備 恭喜宅的長輩 你要選這兩台怎麼選 其實我還是說 女生看顏值 男生看價值 剛剛銀婷說什麼 STONIC 可愛 漂亮 裡面都是這小東西 但我沒有說Focus不帥啊 所以女孩子看顏值嘛 男人看價值 這幾台 價值在哪裡 各位觀眾 Focus 你會選Focus喔 因為它夠大 69年就買的 買的鐵比你還多 沒有啦 這什麼爛價值 保付錢的長輩喔 我跟你講 這幾台車 Focus有一個東西 絕對可以打怕 甚至 你知道 台灣車壇 有一個這個 求一敗都不可得的神 A 他都可以贏他的 空間 你知道這個四門 這個美夢版嘛對不對 他雖然拔掉很多 我們所說的 像大衛哥說 STLINE這個渦輪增壓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說 自然進氣的這一個搭配 自排變速箱 他的這個動力是足夠的 四門的穩定性也夠 然後第四 他的空間 我說的空間是什麼 前座後座 行李箱 我們應該大家都記憶猶新 四門Focus的強項 那個行李箱 因而推車可以直接推進去 是 我覺得空間是這 69萬9的集聚中啊 Focus是佔盡的天時地利人口 也不輸CUV喔 還甚至優於CUV 絕對是優於CUV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有 CUV 更強的操控穩定舒適度 因為CUV的設定 畢竟他的軸距跟車體都比較小 而且車身做的比較高一點點 而且都在做這個 所謂的沒有四箱 你知道Focus其實 五門先輩跟這個四門房車來說的話 我個人還會比較偏好四門 為什麼 他的重心比較平穩 你在跑三路的時候 可能你就可以明白同樣的引擎底盤 變速箱的時候 五門跟四門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以這一個 集聚來說的話 我覺得如果我自己選 我可能會選擇Focus 就算他不是渦輪增壓的版本 對 因為我們剛剛這樣比是 齊頭式的70萬有找 這樣的選項下 那剛好Focus空間真的很大 好我們不要客氣了 往上加預算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命題在80萬有找 所以我們來看看 如果一樣要來看韓系車的話 現代的Kona 80萬有找 而且聽說現在現在的車呢 其實質感跟以前很不一樣的對不對 因為之前我試過的話 我看到實車 他的外型跟內裝說實在是蠻 出乎我意料之外 因為一般過去我們的印象就是比較 初階的這個韓系車的話 這個大概就是因為有這個預算考量嘛 但是現在這個後來出了這個Kona之後呢 第一個他的外型說實在你今天真的把Logo遮掉 他是一個走這個所謂的髮系設計 髮系設計 因為過去很多人都覺得這個HONDA 因為德國設計師進來的時候 可能很多都是走歐系風格 就是德國風格 但是這輛車是採用髮系的設計 很多的 功能設計方面的這個這個線條啊 包含他的這個大燈 大燈這種方式這種設計啊 這都是直接讓我想到 這個雪鐵龍 Citrono的部分 雪鐵龍價格比較高 質感比較高 但是他這個外型就是點到了 包含他的這個 這個車尾的造型跟保險感 我覺得這個整體的外型 是跟其他的韓國車是不一樣的 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這個是一千的動力 然後他內裝都很有 我就覺得還蠻有設計感的 蠻有設計感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這個 這個這個Kona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 如果你今天是 有預算上的考量 但是你有想要 選一輛比較不一樣的車 那Kona會是一個 可以去看看的車子 Kona我倒真的沒試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Kona 那個Kona其實開起來的 行路感如何 他的路感是很好的 大家都黑漏會中的 真的喔 而且他還有一個版本有Turbo 所以那個其實開起來 他的底盤是扎實的 開起來是有樂趣的 所以大家對他的評價是不錯 因為現在的車身剛性的用料 都比較重本 重本 那你 事實上你今天只要車身剛性夠 你開起來的感覺就不一樣 就會有比較扎實的感覺 自然的 所以就說韓國車跟以前是真的不一樣 而且Kona還是目前同級車裡面 大概除過去Prius C Closeover之外 同級車裡面第二款 有Hybrid 油電動力的設定 就超過預算 那當然就超過預算 就是79.980內 但他就說在車廠對於這部車重視 他並不是把它當作就是這個 評價版的車子 我就評價動力 我在他這部車子 因為就像我們說Golf Golf也有很低的很低排氣量的 也有很高的高性能 就表示這部車子 他的一個延伸性很廣 那也就是說他延伸性廣 有這個條件能夠擔當 那韓系車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雙龍對不對 這台Tivoli我覺得看起來比較 看起來長相憨厚一點 像哪一個 注意聽 這台車要好好介紹一下 介紹完了嗎 介紹完了 你幹嘛一句 沒有 這台車就是冷嘛 比較沒有被市場大眾認識到 對 就是無聲無息 但是這台車其實 我接觸還蠻多的 Tivoli的高剛性高材 高達70幾 你說是不是喝到加酒 不是那個用料表示實在 對啊 就是一樣的價錢 我給你的高剛性高材的 比例高達70幾% 非常有誠意啊 對 但是只有在鋼材上面 剩下的呢 有沒有誠意呢 也有耶 你知道他的動力嗎 1.5升渦輪增壓 他聽起來很熟悉對不對 160幾匹的動力輸出 拖這個4米2的車身 綽綽有餘啊 所以啊 他是一台非常怪的時候 就看起來大 欸 其實很小 很小對不對 你坐進去 以為很小 欸 結果很大 欸 那都沒有意料之外啊 有驚喜啊 他都處處驚喜 你知道那個軸距 他的軸距其實表現很好 坐在裡面啊 你會發現乘坐空間其實不差 如果以4米2來說 你會覺得一個驚奇感 所以真的充滿機 最好笑的是 你以為這樣子 他就犧牲了心理箱空間嗎 沒有 沒有耶 我記得去年車展的時候 他正好推出新年式 他的就是改變了就是 心理箱空間增加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些CV來說的話 他的心理箱空間也不差 可是他的後箱空間 427升算大哦 然後他還有標配的電熱通風座椅 很多車沒有耶 所以你說是不是 設計師喝到夾子 沒有 他的思維可能 跟我們想像的方向 是不太一樣的 其實這部車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你可能不知道 你把他名字 倒著念 Tivoli 你看看 L-O-V-I-T I love it 有沒有很有趣 很有趣耶 他的命名確實是故意這樣子 真的哦 在幾年前車展 他剛史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部車就是 因為他比較早發表出來 那其實他也等於是 Crossover的 還蠻先驅的 你看看 現代的Kona 這些車子都還在他後面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Kona比較先進的設計 那其實Tivoli是很早的 對 所以我這樣覺得 我這個設計師 個人覺得他是比較浪漫路線 對不對 他其實想像啊 還有思維 跟其他設計師也比較不一樣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來看 80萬有早機率率 我們買車 可以買到很到位 而且不委屈 還有哪些選項 加一點點預算 又可以買到什麼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既然我們都在講 所謂的小家庭選車 那兩大一小 那家裡一小 有件事情很重要 9月1號開始 法規有改變了 你可能想說家裡頭一歲以下 小朋友一定要用ISOFIX的安全座椅 沒有啊 現在是兩歲以下都要做 喔 不是 他規定還不是說 要做ISOFIX的座椅 是兩歲以下 要用這種旋轉 要做面朝後的 要朝後的 這真的是比較安全 對於小嬰兒來講 他的頸椎 比較不會因為緊急煞車往前 知道吧 他如果緊急煞車 因為我們的車子一般都是 緊急煞車的時候的機質會比較大 嗯 你說那個前進的時候 哎 沒有這麼難 所以還好 緊急煞車的時候 如果你是正著做 你會點頭嘛 嗨 那對於小朋友的頸椎 是比較容易有危險 比較有點像邊甩的感覺 對對 所以呢 在兩歲以內 本來是一歲 現在兩歲以內呢 就就變成要這樣煩著做 可是很多的安全 這種兒童安全 以並沒有這樣子的設定 所以變成說你現在就要去 找這種可以旋轉的 這個可以旋轉是最好的 嗯 那我我兒子小的時候 當年我也有買一個像這樣子 真的 但是當年還沒有ISOFIX 台灣買不到ISOFIX 你看 十八年 二十米錢的事情 你現在透露了 你快做阿公了 先趕快買一組 我兩個兒子都成年了好不好 不小心過幾年就當阿公了 真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蠻推薦的這一類 這種類型 可以旋轉很方便 對 你如果小孩子兩歲以內 你就給他反過來 這對他頸椎比較有保護 對 那你如果兩歲以後 漸漸開始大了 你就可以把他轉回來 那像這樣子的椅子呢 大概可以做到體型 這樣的話 可能三歲 四歲吧 那有的小朋友長得比較快的 對 像我兒子 四歲的時候 就真的做不了那種小的 那個你的座椅上面 就會被壓下去 所以我們就換大的 對 就換大的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這一種 你看 如果你的脖子 已經可以到這裡 然後這邊也有很好的 他比較壯一點 他的手在這裡面 也可以全部包覆住 這裡還有小扶手 所以這種的話呢 就跟這個ISOFIX 完全不一樣 他要用什麼 他要用你車上的安全帶 如果你家裡 真的是有小孩在買車 那這件事 你要考慮到 你在選車的時候 因為你車子 可能需要空間要大一點點 不然你這個會很擠 你安全座椅放在上面 這個時候就是變成車 一般來講 座椅大概都是第二排 那軸距要長一點 對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 Tivoli就有兩米六 兩米六差不多 兩千六 對 那如果要介紹的話 其實大概 軸距到兩米六的車子 大概車場也會到四米三左右 那如果真的要講空間的話 在我們的選單裡面 你覺得哪一台會比較好 HRV HRV HRV算OK嗎 HRV很OK 你說在第二排 對 它第二排座 不但是很OK 而且它變化也很大 你看它 它可以六四分離之外 你如果這邊坐人 你那邊沒有坐人 你還可以把座椅 椅墊 立起來 對 對不對 你還可以放一個盆栽 高高的盆栽 為什麼要放盆栽 小孩可以邊看盆栽對不對 聖誕樹 聖誕節 12月25號 栽一個聖誕樹 小孩就很高興 而且HRV的後行李箱空間非常大 哦 非常好 對 所以整體來 為什麼HRV在這個銷售上面一直也都是賣不錯 每個月大概都還有一個七八百台 嗯 除了HRV以外 其實還是有許家選項對不對大哥 是 我們講到這個日系的這種CUV啊 除了剛剛我們介紹過的Kicks 或者是HRV 它都屬於國產車 假如在日系進口的部分 那就有一款車子 Vitara 它真的也是賣得相當不錯的車子 在這種進口的SUV CUV裡面 它是排名前三名的 那Vitara 事實上 在這這款車 它推出了一段時間 甚至原廠也做過 國內也才發表過小改款了 在這CUV這市場裡面 將近二十款車型裡面 它居然可以賣的 賣得好的原因 我想不外乎是 因為SUZUKI長年 它在小車的經營上面 有它獨到之處 它算是進口車 但是它的耐用 耐用品質啊等等 都維持一定很好的水準 還有它一個四輪驅動的一個設定 我們說過去的Gimini啊 或者其他車 它事實上它四輪驅動 也是在這個市場上 有它的一定口碑 而我們回到Vitara上面 它能夠賣得好 就是因為它車型上面 車型設計的是中規中矩 它也沒有說很花俏 像我們現在新的韓國車 有有髮系的色彩 有前衛的設計 但是Vitara 你給它就是一個很平實 那你可以信賴的感覺 那在小改款之後 它換了一個新的一個 直詐式的水箱罩 然後還有這新的LED頭燈等等 感覺也像這樣 Bling Bling的感覺啦 坐進去它的空間來講的話 它尺碼老實說不會大 它尺碼它四米一 而且軸距是二米五 現在都已經有人二米六了 但你坐進去 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部車子很cramp很擠 你坐進去還覺得 坐著直挺挺的很舒服 而且它的空間你別忘了 它因為四輪驅動 後座地板上面 它一個隆起 那一般隆起 大家就會受不了了 可是你必須要原諒它 它是有四輪驅動功能 而講到這O-Grip 它裡面最頂級的車型 它94萬這款O-Grip 它有四種模式可以切換 雪地還有沙地 凌凌它都可以 它都可以升任 這在同級車裡面 老實說 在今天的18款 將近20款的CUV裡面 找不到幾款 有四輪驅動的 即便國外有 國內也沒有引進 因為價位嘛 可能成本的 可能機械複雜度 但是Suzuki它趕緊引進 而且它就有四模式 而且還有人要買了 因為開過就知道 它的的確是蠻厲害的 好 那除了這之外 它的動力上面 它有兩種動力設定 一種是1.6還有1.4 那1.4的確賣的比較好 1.4可能就過80萬了 但它有140匹馬力 22.4公斤米的扭力 最重要是它油耗也相當不錯了 可以跑到10每公尺 可以跑到16-17公里以上 然後這樣子一個條件來講的話 那的確是蠻厲害 當然還有一個那就是安全 安全在這Vitara上面 你要到這個就是1.4的車型以上 你該有的像這個ACC對不對 或者是它的這種BSM 就是車道偏離警示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 其他的一些安全功能 它其實都已經蠻齊全 像RCTA就後方車車警示 這些讓它這部車子來講的話 同級車裡面它會賣好 就是這些原因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然有些主備都安全的 怎麼樣也是提醒我們 你總是有時候開車會有些疏忽 那開起來的話 如果照大爺哥這樣講的話 其實這個小家庭呢 有時候出去祕境露營 也可以開這台車 好像又比一些CUV的條件 又再更好一點對不對 所以哪個 其實以長輩的身分來講 買這台也不錯 你現在講到長輩 我跟你講這台車 其實我看到除了小家庭之外 其實真的很多長輩很喜歡這台車 因為它 我跟你講這台車 真的是長輩哦 真的 我覺得厲害的 除了剛剛大維哥講的 我覺得就是它的空間配置 這是Suzuki跟Honda 很強的 這兩個 日本人 很厲害的日本車長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在看它的尺寸 剛剛大維哥有說嘛 4米1的車長對不對 它軸距 2500mm 剛剛羅哥有說嘛 你大概要2600的話 要4米3了 4米4才有可能完成這一個空間 但是它我覺得Suzuki的設計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內部空間都可以做很厲害 如果你看A柱啊B柱啊 它好像不像其他的車做的 好像壓迫感很重 所以我覺得說對於 長輩一點的家庭 兩個人 或者是兩大一小的話 我覺得這種開闊的感覺 空間感會讓人家是 屬於舒服的 再來的話 講到動力 其實我還蠻推薦 就是上一點到 1.4升渦輪增壓 這一顆引擎 不一定要四驅 它開起來 哇 你會覺得它 不太像一台CUV哦 它的操控其實很好 這又是Suzuki的另外一個 很厲害的地方 Vitava應該我說 覺得是說它的操控性 跟它的變速箱搭配 這個一點是渦輪增壓引擎 真的跟這個變速箱 還有它的車體結構搭配 真是天衣 就是說以這樣子的CP值來說的話 這幾台車其實 應該是在前三甲的 哦真的嗎 表現哦 你對它評價這麼高 可惜它就是87萬 差了那麼一點點 跪了點對不對 對 如果你選擇這1.6升自然進氣的話 哎我跟你講 就是閒逝平常用 它就少了一點點那種 熱情的操控感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開這個車 不自覺的 你會以為往山裡去跑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可是你到山裡面 你的動力 真的有一點需求 而且它1.4升 我真的覺得 這個Suzuki坐渦輪 真的還蠻厲害 它油耗又比自然進氣好很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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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四輪到這個 四驅的 四驅的部分 那其實你說這個車子 又是1.4 Turbo 又四輪驅動 其實價格不便宜耶 已經九十幾 可是 對於這種退休 其實它 它大可買更貴的車 對 更大的車 可是它不要 因為他們剩就兩個人 對 對不對 兩老 小孩也都大了 嗯 對不對 我都想說過沒幾年 可能我也變成沒有要去 沒有要去 所以基本上那個是很方便 你要注意到就是 為什麼 其實有很多的CV只有前輪驅動 是啊 我跟他聊天 他說他買不到他要的車 是 但是Suzuki他印象很深刻 以前 你知道他有Vitara之前 有Escudo 對不對 他也是從Escudo那個時候 你知道坐山上的人 誰沒弄台Escudo來 現在你現在你到你到台北市以外一些 三三地區域 對不對 還是看到很多Escudo 真的很多 沒有錯 所以很多人會因為對 林木的印象 就是說 他耐用 那他四輪傳統的確是有 他一個特色 嗯 確實如此 對 所以真的就是小夫妻小家庭 或者是退休夫妻 這個是可以考慮的一個選項 雖然 感覺起來費用往上加不少 如果你在費用往上加 這個方向來思考的話 我要質感 我要跟別人與眾不同 我要稍微特別一點點 來 八國車達人 蘭尼克 這邊是有一個市場上是有一個 百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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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價是98萬那個 Citroone 布丁狗 跟這次CV比較不一樣 那我為什麼會講這輛車 其實就是因為 額頭安全座椅的Isofix 因為我常看到很多這種小車 不管是 就是小車的話 你說說是小型的先輩車 你不管你放一個安全座椅 整個車室空間就占掉一半了 如果你今天是有兩個小朋友比較近 那兩個小朋友都要 都要都要做安全座椅的時候呢 你整輛車是讓你只剩前座可以坐的 後面都是給小朋友坐的 那已經在這個購車的預算方面 已經有一點限制了 那如果說今天是限制在八十萬 那為什麼不加一點點去找這種 更大台的一點的車型 它有三排座椅 然後它的座椅呢 又直接都是Isofix 可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說不用再去想說 這個額頭安全座椅 那這個車子上面有沒有 搭配對應的Isofix的功能 實際上 法國車市上在很早以前 它都把所有的座椅 都是獨立設計的 然後獨立設計的優點就是 每個都是可以用這個Isofix 對應這個安全性的東西 那如果說今天我只加一點 快到一百 因為有時候貸款上算下去 其實每個月的花費不會差太多 那你如果今天直接往MPV Zone 這已經是最接近的 因為已經有預算卡 這已經最接近了 那其他有些主備的話 連配備也都拿掉了 那你似乎你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你要放那幾張安全座椅 然後甚至你還有第三排 你這個靈活性一車多用 因為你有經濟考量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一車多用 那這一個方向 似乎是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因為它必須要壓在百萬內 你要先重新適應一下 你要怎麼開首排車 還只剩首排這個選項 但是其實因為它柴油 所以說你其實開起來 其實還好 因為過去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其實只是很單純的 另類思考 因為今天都是在講CUV的時候 真的那個安全座椅放下去 這個整個車室空間 從外面看進去就滿滿的東西了 對 車室空間滿滿的東西 剩下就只剩行李箱 你就擺其他東西 你今天如果說再載一個人 你就會卡來卡去上不了車 那不如思考 換一個思考一下 往上加一點 可能可以買 摸的 因為你今天如果抓八十萬的話 已經再加一點點 快可以抓到這個 所謂的MPV的車型 所以這也是一個另外一個思考 對因為這台車我覺得算是年輕夫妻開會覺得 挺有一種氣氛的還不錯 那如果你家有養大狗啊 大寵物啊 像我上次載我寵物張來廷出去 他坐在後座 我覺得也很搭啊對不對 你坐在後面你覺得舒服嗎 眼神死 無話可說 從長輩變成寵物 我們用Flygo後面載純自行車是OK的 你應該說我跟我妹妹一起出去那一次 我就有印象了 沒錯 但是我必須說 大家都在強調所謂ISOFIX 其實大家可能忘記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ISOFIX 有限制 他其實是你人類 加上 安全座椅的重量 總重哦 33公斤而已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在歐盟測試的這個標準是用33公斤 也就是說 很多人就說 我ISOFIX 我就去網路買一個0到12歲都可以用的 那可以變 變高變寬這樣子 ISOFIX一叉 對不起 你小朋友如果長到 6歲7歲好了 加上你那個可辨識的安全座椅 對不起 你已經超過多少 33公斤 其實你已經超過ISOFIX這個卡扣的 安全規範 哦 這時候呢 你一定要所有剛 羅哥剛好有介紹 你就可以用成長型 用真正汽車的安全帶來固定 所以你可以注意看 剛剛羅哥介紹那兩個 一個是有ISOFIX 因為他在怎麼 兩歲的小孩在怎麼樣 很難吃到33公斤 你小時候不是 我小時候 我跟你講 只有天有異象 打雷刮風下雨 七彩翔魚 沒有吃到33公斤 那時候我還不認識 對不對 我意思是說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現在提高到兩歲了對不對 就是向後勢的這個 那我們剛剛介紹 羅哥介紹的那一個 其實他的重量不重 大概幾公斤而已 在你要 多重的寶 寶寶在上面 所以ISOFIX不要大家以為 裝上去就是這樣 你應該是適時的 比如說四歲以上 有可能已經超過ISOFIX的 這個安全規範的時候 建議你還是使用這種 成長型的安全座椅 對 那我們剛剛看了那麼多台 是有ISOFIX的 如果家裡頭有小朋友 真的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那等一下休息回來 一樣扣在80萬 歐系車選項很多 而且有很多很不錯的配備 把他回來 80萬級距 有不錯的歐洲車 真的還不錯 而且看起來型也是漂亮 像是Shkoda有幾台車還不錯 對啊 其實大家一聽到歐洲車 都距離馬上就拉很遠 對 為什麼動不動就跟你說 羅哥 我跟你講 現在有做優惠 歐洲進口車 嗯 頭期款只要35萬 對不對 剩下零利率 好 羅哥當然生氣啊 我差到35萬嗎 對不對 我是想到說 你遲早要開歐洲車的 對不對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開 對不對 我是差剩下的七十幾萬 所以基本上呢 你一天好 80萬以 以內的歐洲車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到 小 醜 烂 對不對 大概都是 你好負面喔 A0型的那種車款 欸 對不起喔 其實市面上有一台 一直存在很久的 一直都在 嗯 它叫做這個 發比亞 其實發比亞有兩個車型 一個是發比亞標準 跟發比亞的控比 那其實 對 那你要講到小家庭的話 當然以空間很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空間是從你從兩個人 結婚的那一天 組成家庭的開始 談戀愛也行 組成家庭也行 然後有這個 第一個孩子 第一個 baby 其實這個車都可以 完整的 保護你的整個 生活的樂趣 完整的 為什麼 旅行車嘛 空間是最重要 雖然它這台車比較小 在後座空間上 但是在 呃 行李箱空間 哇 跟這個Focus有拼耶 530公升 很大耶 厲害了 但是呢 它受限於車格比較小 而且 大家要購買說 它為什麼那麼便宜 其實 它是有這個 因為就像剛剛的HRV 它畢竟是一個比較稍前 早一點設計的世代 你要想到現在 這個所謂的 新世代的這個 Skoda的車 其實Skala 還有Karmik 都全部是 剛引進台灣 也就是說對於 呃 發表來說的話 它可能會屬於就是上一 時代的 車型 但是不要忘記 上一時代的車型 它還是 具備了 這個一定的水準 因為它是歐洲的 進口車 價格也合適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去 考慮看看 在這種車型上去做 選擇 因為一台車不是看暫時 只要看 可能五年八年 這個時間都在陪伴 對 如果Skoda現在 我覺得Skoda現在年輕人 是蠻喜歡的 年輕夫妻也是喜歡的 但是因為Skoda現在產品力強 你就會慢慢想到說 那福斯應該趕快加油動作 那T-Cross現階段來看 至少也可以考慮對不對 是T-Cross其實也賣得相當不錯 我剛剛不是介紹過 這Vitara嗎 其實緊追在Vitara 在今年一到八月銷售來看的話 Vitara今年一到八月賣了1400輛 這個T-Cross追在後面也賣了1200輛 這表示T-Cross也是蠻有它的市場性的 那T-Cross為什麼在市場上 能夠迅速崛起 因為它是去年底推出來的嘛 然後T-Cross它最主要是 它尺碼看真的是很小 比起這個Skoda來講的話 它尺碼都小一級 但是它是小 但小得很可愛 而且在這個設定上面 車廠也可以把這T-Cross 塑造成比較有個性化的 一整款車型 而T-Cross它在這個整個價位的 一個設定上面 當然它有一個很討喜的一個 82萬起跳的車型 這82萬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我82萬 我也可以買到福斯的這種CUV 那這個不錯 但是其實它主力是放在 它90萬 90.8萬的那款Live車型 因為這它的配備也比較齊全 然後當然它往上走 你還有比較有Style的那種特色啦 99萬 甚至還有R-Line的車型 那可能就要破百萬了 那可整的來講的話 它這個T-Cross 它設定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造型可愛 然後空間來講的話 你做進去 你當然會比較類似像Polo的一個風格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然後大家來覺得 這做進去 比Polo來講 做起來要高一些 視野來的好 然後尤其是它比Polo 多了一個什麼功能 就是它後座椅 居然還可以有前後滑衣 這Polo所沒有的 這多了一個滑衣 就讓它的行李箱空間 從300到400 可以居間這樣來回無線變化 那這樣子的設定很討喜 當然還有安全 安全服務司就是講究 IQ Drive 所以IQ Drive 包括AEB ACC等等的 然後甚至在90.8萬的時候 90.8萬 大家會說 最配備最好的是在99萬 那現在你只要加3萬多塊 也可能選 就可以加裝 像是BSM 然後RSTA 然後抽到偏離警示等等的 這些讓這個90.8萬 只要多花一點錢 也覺得會很有超值感 對 然後T-Close它這樣子賣下來的話 它真的讓這個市場來講的話 它除了T-Close之外 也多了一款 可以往下打 爭取年輕人的一款S5V 對 或小家庭對不對 不過這個主備安全很重要 剛剛 SIGOTA也基本上都有了 所以我們最後來幫這個年輕小家庭 兩大一小的家庭來做一個推薦 剛一開始列出這麼多的車 其實也有在這個框框以外的車款 那各位達人們 最後幫他解答一下 你心裡頭認為 最適合這樣家庭的選擇的車有哪些 幫我們舉個牌 好 尼克我看 HRV KIX 那也算KIX 其實很簡單 因為 這不是推薦給我自己 那我覺得是推薦一個 剛 成立一個家庭 5152的家庭的時候 我覺得 5152 是5152 沒錯 既然是一個家庭 我覺得這台車 夠你用到這一個大概 6到8年的換車周期 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啊 我說真的 這個 他不僅大小適中 而且價格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 討喜的價格 而且他算是一個 Nissan非常注重的 新世代的設計 不管元素 包括 自己的這個基本的機械結構都是 那我們必須說 這幾台車有一個是 Nissan有 其他沒有的 行動沙發椅 大家都知道 Nissan的座椅 是非常的 紓壓 座椅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對於一個 這個 家庭來說的話 這個溫馨的感覺 就是在 車子裡面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家外支架的話 聽起來就是 分外的甜蜜 營造一種不一樣的 家人一起出遊 他也像是家 跟著我們一起在外面 坐在裡面很舒適很溫馨 那蘭力客推 HRV 的原因是 第一個就是 它的一個實用性 跟這個養車成本 那我覺得 就是在 八十萬級區以內的話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 二手車的價值 二手車的價值 當我今天可能開個 可能五年 或七年 要換車的時候 這對他 小支 如果他還沒有辦法再 往上換一階的話 這一方面對他來講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考量點 對 那大雨哥 你的選項是 我好難選 你是選擇障礙耶 你 我選了兩款 你這樣還要選兩台 Focus 因為我覺得Focus裡面 當然大家都會選擇 像ST-Line 可是的確 在今天的車款 Focus 它選項很多 我會選擇Focus的 那個時尚版 八十二萬 八十萬駐頭就有 這款車子 已經就已經把 他的這 co-pilot的什麼的 全部都掩蓋進去了 而且你可以享受到 就是 歐系的駕馭品質 這完全是一個 很不錯的選項 那的確 這部車子也是 目前買了 是要等的 但我覺得等的是值得的 另外一款 就是我剛剛介紹的 這 這個Suzuki Vitara 因為 除了這個日系 除了這些國產車 的確也是 它在這價位上 有它的吸引度 還有國產車的保修 可是Vitara 它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 這乃哥有講到 它開起來 的確是開起來 是不像日本車的 一部日系的 這種CUV 而且它的耐用性 其實是相當厲害的 雖然它也許 不是像你說 到處都可以看到展示街 但是它的耐用程度 你其實走到外面 走到外面去 其實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會喜歡 開Vitara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它就也是耐用 而且5152 565啊 今天都是515 大家很推薦的這樣 羅哥來幫我們推薦一下 給他一個意見 我說大維哥有選擇障礙 一次選兩台 嚴重 小孩子才有選擇障礙 我告訴你 你通通要 我通不要 你通不要 沒有霸氣 不是 因為 如果你的預算是80萬內 要不要來一台神車嘛 我告訴大家 這個過 不久之後 就有一台神車要出來了 對 你要不要等一下 這台神車 我想大家應該都 聽過了 Toyota的 Corolla Cross 講到Corolla 大家 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Corolla Altis 就是神車嘛 對 那最近呢 Toyota把這個 Corolla拿出來證明 怕大家不認識了 忘記了 Corolla Corolla Altis 就是大家知道對不對 Corolla Sport 其實就是 之前的 Auris 對 那這個Corolla Cross呢 10月12號 大家也知道了 它是一個比較小尺寸的 SUV 在4米4 多一點 在Rock Bowl之下 它的 這個基本上的地盤架構呢 大概就是 Toyota 它也會有 它也會有 8.5 開封的時鐘 然後 這位車是 這個 二代 也會上飛 它的Auris 其實就是 全車系 Corolla 這個系統 所以 這個車 你不等 你可能會拿 嗨 各位 跨車小銀家們 看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 給所有你喜歡 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試駕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